又觉得咱们找到了 但是也有不少的朋友反映说 人家这个抽筋是常抽 经常抽 然后总是治标不治本 不是办法 能不能给治本 这没错 学位确实是能够治疗抽筋 但是用学位治疗的 一定是第一 发作的时候做 第二 能够稍微缓解一下 但是如果你要是经常性的抽筋 我想 那就应该从里边找原因了 咱们一种一种说 咱们先说第一 睡睡觉这种 腿就能抽筋能疼醒的 那这种呢 这个感觉真是一言难尽 最近好一阵了 天天早起 根本不用接触外力 闹钟都省了 腿就能叫我起床 而且方法简单粗暴 就是一阵钻心的疼啊 开始老妈还往我屋里跑 问我咋的了 我说腿肉接着呢 最近可能都被我喊疲惫了 都不过来看了 但天天这么起床 我都抑郁了 别人睡觉是休息 我睡觉就是噩梦的开始 经常睡觉 不定时的就腿抽筋 疼醒了 身上汗都塌透了 闹得我现在都有睡眠恐惧症了 看见床 腿肚子就钻筋 觉睡得好好的 你说被腿抽筋给疼醒了 这个事呢 夜里边睡觉 他都提醒吊胆的 睡不安生啊 你说这种夜抽筋 究竟是咋个事 对 夜里抽筋的 还往往还不是前半夜 还都是后半夜 后半夜抽筋的更多 这种情况啊 就是由于啥呀 他体内啊 肝阴亏虚 阴叶不足 肝主筋 那么肌腱这个东西 中医讲这叫筋的问题 筋的问题属于肝 那这样的人一般都是属于肝阴亏虚 阴叶不足 为什么都在后半夜出现 人的阳气 对人体的筋脉 也是有个乳氧作用 内经当中讲 阳气则 筋则养神 柔则养筋 所以说呢 在你阳气不足的情况下 容易出现 筋脉失去阳气的乳氧 你也会出现筋脉的问题 后半夜自然界是最冷的时候 也是人体阳气最虚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要有肝阴不足 阴叶亏虚的底 在遇到一个寒凉的阳气不足的时候 两者叠加在一起 那就会出现抽筋的情况了